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三則頁的一個模擬案例 那一樣呢,我們先開啟我們的文件 那我們先設定一下它基本的一個尺寸大小 那我們這邊設定的一個尺寸呢,是我們這邊規劃好的 就是你簡單先畫一個三則頁的一個形式 那它的基本規範這樣子 那這個是A4的大小 就橫式A4,然後進行三則的一個動作 所以你這邊大概可以去幫它做一些簡單的一個自訂 好,那這邊呢,我們先給它開一個是高度 它的高度是橫式的,所以是210 然後寬度是90 所以這邊邊界跟藍的地方呢,我們這邊可以大概簡單的去做一個規範 那上邊呢,我們給它的是1公分 上邊遠這邊是1公分,然後不要鎖定它 那內跟外呢,我們讓它稍微小一點 大概是5公里 8公里好了 就是內跟外8公里就好了 那這邊因為我們單一欄就夠了 所以沒有分兩欄 所以我們這邊大概就這樣去做自訂 那接著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在頁面這裡 就是目前的單一版面的樣式 那我們可以在後面呢,因為我們要做一個三則頁 所以我們要插入 因為它已經有一頁了 所以三則頁基本上是6面 所以我們就插入5頁這樣子 插入5頁,頁面之後按確定 那這時候呢,我們幫它簡單組裝一下 就是把它的 允許文件的一個頁面的移動 就先關掉 那我們簡單可以幫它做一個 配置 就是配置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去進行安排 就是1到3頁在同一邊 然後 這裡在同一邊 所以大概是6面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這是一個6面的一個安排 那有正反面的一個處理方式 好 那這裡呢 我們簡單的就是利用 所謂的輔助線 參考線的部分來幫它做一個調整 所以我這邊 就大概想 就是你打算怎麼樣去安排這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呢 怎麼樣去做規劃組成 從這邊可以大致上的去觀察到 那我們這邊 就是 基本上呢 有 37 預算先40個好了 40個的一個小物件 要進行一個置放的動作 所以 我們這邊大概要幫它抓一下 就是內外的一個區隔 所以 我們這邊就是 內頁的部分 我們內頁的部分 希望它是一個 完整的一個版面 所以這整個A4就是 基本上是編排物件的 編排物件 然後你這邊抓到40個的話 大概平均 一個頁面要13個的一個操作 所以 是還蠻擠的 所以大概6 有 6個的一個配置 66 34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大概 簡單先抓一下那個大小 這裡 就是我們先幫它 做一下配置 比如說 我要抓其中一個 就是 上下定 然後在分中間有6份的話 原則上這個頁面 可以切 要切成 8份 8分 就是16這樣子 所以 我這邊大概 簡單先抓 就是 它的大小 比如說這個大小 就是9乘 21 9乘21公分 那 這個寬是除以2 所以這邊除以2 那高這邊是 除以 3 4 除以7好了 除以7 7會整除 所以 210 除以7 就是原則上一份的大小 大概是這樣子的大小 所以是 4.5公分乘以3公分的一個尺寸大小 這個是 標準的一個尺寸樣貌 那我們知道了這個基本的單位型的一個尺寸樣貌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安排 來做一個安排 來做一個安排 所以 這裡 要幫他先抓 所謂的 4 就留一個5 就是4乘3的尺寸的比例 就是4公分乘3公分的一個尺寸比例 好 這邊我們先新開一個檔案 然後這邊我們用標準的尺寸 用標準尺寸一個A fold 那我們這邊先幫他畫一個 4乘3的規範大小的東西 好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單位型 那這時候我們把 那個素材的部分來做一個簡單的集結編排 好 那這邊 我們已經先把 就是像甜甜圈這個部分已經先把他 Excel先打好了 那這邊呢 我們要做內容的一個合併的話 好就是你要記得你的檔案的名稱 就是每一個欄位的名稱 你要先幫他做一個命名 好就Excel的部分 做一個命名 好那如果你要roll照片進來 就是你的照片 好就是圖片要放進來的話 記得前面要加個at就是小老鼠 那如果他 好你看喔 我如果加一個at 然後 他會跟我說這公式有問題 所以你要在前面加一個 要避免是問題 請先輸入一個單引號 就是上面的一個單引號 他就可以承認他的合法性 這樣就可以執行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要加一個at的話 請你就是前面加一個上面的一個單引號 好 然後呢 大部分同學會遇到的部分是 如果你在把檔案貼進來的同時 你會發現說有一些是有 所謂的enter就是有空段落的 有空段落的 這個時候呢 就麻煩你要去檢查一下 所以我們先去找取代 好就是 取代的部分 是Ctrl加H 就是找取代 好 CtrlH 或者是他是在 常用裡面的尋找 OK 好 OK 所以我沒有很確定 不過 你就是先用 因為我用CtrlF 是尋找 那 CtrlH 這個是取代的意思 好 取代意思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空格 就是 enter 就是斷行的話 你會造成所謂的 字錄的時候的欄位出錯 所以 我先用這個 來當一個代表 就是 其中有一個地方 是有一個空格的 好 那 等一下我在置錄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有一些小問題 會有一些小問題 所以 我等一下再解決這部分 好 那 這個先這樣打好之後 先這樣打好之後 我要把這東西置錄進去 把這東西置錄進去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他的一個 尺寸的一個 設置 然後去先儲存 你就先另存新檔 然後把他另存到 原本的這個位置裡面的 你的圖案 你的那個連結的圖檔在哪裡 你就要把位置存在哪裡 你要把他存成 就是 unicode 這邊有一個 unicode的文字 這個文字檔 好 那這邊存成甜甜圈 全儲存 是 好 那 他會上市格式 沒關係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 先幫他做一個設定 比如說這個是 好 這個是文字的欄位 那這邊呢 我們要幫他做一下基本的設定 就是你打開你的視窗的段落樣式 然後新增一個段落樣式 那這個段落樣式呢 我把它叫做是內文好了 就基本的 我給他一個 我給他一個 Node的 中間的 然後這個呢 讓他是 八極字就好了 八極字就好了 好 然後 先確定 好 那他這邊會顯示 基本的一個中文內容 好 稍微幫他調整一下 好 讓他 比較靠近一點 好 比較貼近 好 那 接著你去複製 好 就接著你去複製一些 剛剛我們 需求欄位的內容 好 我記得應該有 十個啦 沒關係 好 假設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 基本的 就是 均分 就是 垂直的均分 的動作 好 那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然後我們還有一張圖片 一個小小的圖片 一個 甜甜圈的圖片 我用一個框架給他 那個圖片 在這裡 讓他有一點 可以擺放這樣子 那這個是照片 好 那這個萬事具備 我們先來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字路 在這裡 你找到公共程式跟資料合併的對象 然後選擇資料 選擇資料來源 選 你剛剛那個 好 就是一個 資料夾的 好 我剛剛儲存這個甜甜圈的部分 按開啟 好 那它出現 就是有沒有全力開啟 是因為我的Excel忘記關了 好 這個先關掉 好 再開一次就可以了 好 因為Excel如果沒有關 它會認為 東西是被別的東西開住的 好 那自錄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說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產品說明這些 那重點是 還有一個照片的一個連結 所以這邊麻煩你中文品名的部分 就點它 它就會變成1 好 那你如果不希望就是它重複出現的話 你就點進來 去點它 好 它就會變這樣 然後這邊英文品名 產品說明 產品說明 產品類型 價格 熱量 好 脂肪 那 還有這個 這個照片 點一下 OK 好 那這個多出來的 就把它刪掉 那這邊連結好之後 你點一下預覽 你會發現它已經把 資訊 露進來 就是這個照片的部分露進來了 照片露進來 好 我們稍微檢查一下 這邊有1排的欄位 沒關係 1排的文字都沒關係 我們先大概點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它都有進來 都有進來 好 這邊出現問題了 這個就是 我們在剛剛的那個內容裡面 巧克力糖霜甜甜圈的 Excel的檔案內容裡面 它並沒有 就是 確定好 就是那個 欄位是不是 段落有完整的空格 所以你會發現說 有些地方是 這邊是跳掉的 好 那這邊跳掉的話 它的多重的那個連結就會 消失 就會失敗 就是那個資料合併的部分 會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要修正一下 那修正的話呢 一樣我們修正先去把那個 整個Excel的檔案打開 好 那我剛剛講了 在空格的地方 選 Ctrl H Ctrl H 尋找的目標是 Ctrl加Enter 我要找空格 好 現在找到這裡 這邊 巧克力糖霜甜甜圈 這裡有一個 Enter 它沒有被清掉 那接著取代層就是 不管 好就是取代層就是空格 就是沒有東西 就全部取代掉 就是它不要有空格 所以我選全部取代 好 它就是 確定我找到了一個空格 然後我把它取代掉 就是完全不填任何東西 好 這時候你如果再去找 Ctrl Enter 你會發現它就沒有了 它是確定OK的 好 你就存檔 然後重新再存一次 這個Excel檔的 Unicode的文字 這個 存掉 好 存掉 這時候呢 我們只需要把它關掉之後 重新的選取資料來源 然後再置入一次 好 按預覽 那你再去做 檢查 巧克力糖霜 好 這邊OK了 巧克力糖霜蛋糕 這個 好 這邊是OK 然後這是英文品名 然後它的產品說明 然後類型跟價格 好 好 這邊都OK了 好 這邊17個 OK 好 好 這邊如果OK的話 我們先大概把它拍一下 拍一下 拍一下意思就是說 我要它的名稱對應 我抓一下 就是 大概要對應一下 好 就是 名字在這裡 好 就是 你大概檢查 就是像這種一排 絕對是說明是最多的 那說明最多的狀況下 當然我就要 等一下把它拉開一點 那不過這邊稍微簡單的檢查一下 像 這個 這個名稱就很多 好 名稱就很多 但是你還是要確認一下它的那個 實際上的大小 就是 比如說你拉到這麼大 這是OK的 好 就讓它都走進來 好 名稱跟英文名字都可以了 那現在是內容 欸 這邊還有一個 好 那這個呢 基本上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我把它點進來 它這邊有一個 呃 起航的部分 今天你可以收一下 它有一個 Sprinkle 好 這太 大 所以乾脆我們去把 這樣的一個文字的部分 把它縮小 把它縮小 所以在段落樣式的地方 視窗樣式 段落樣式的地方 改一下 好 就是這邊改一下 好 我們呢 點進來 好 那這邊幫它取一個 叫做內文 好了 填填圈內文 好 然後 基本字圓這邊 它的定位 靠左 就是純靠左就好了 好 純靠左就好 然後 字體沒有變 然後 文字的部分 我們把它改一下是 七幾字好了 好 然後 字圓顏色也可以稍微 去 等一下去改一下 好 它這樣就進來了 文字 文字就進來 文字進來我們等一下就可以 比較方便改 好 我們稍微點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就是剩這邊 這個 內容的部分 我們可以幫它做一點調整 把它抓進來 好 那你再看一下它有沒有一排的 內容 好 這邊有一個 好 那勢必 我們又要再幫它做縮小 所以我們可以複製這個 好 就是 藉由它 那我們再去新增一個 段落樣式 然後呢 我們把它的 基本資源的地方 改成六極字 好 好 六極字 然後我們選它去 做所謂的段落樣式1 好 那這樣子 應該就會比較安全的 這還是進不去 看一下它 可以 好 這樣可以進去了 我們稍微把這個縮小一下下 好 記得按Ctrl-Shift Ctrl-Shift 好 去縮它 然後去調整一下它的尺寸 好 挪一下 然後稍微 1 2 就是每一個稍微檢查一下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把它改一下 這是 甜甜圈的說明 甜甜圈說明 好 那 確定 這是甜甜圈的說明 好 然後這裡呢 有一個是 價格 好 這個價格就蠻重要的 所以這裡呢 你要再給它新增 新增一個段落樣式 然後這叫做 甜甜圈價格 好 那這邊大小就可以讓它大一點 因為價格蠻重要的 所以選8 然後字體可以粗一點 好 所以我們選board 這個 好 自己粗一點 好 好 然後呢 顏色的部分 我們可以讓它 深一點 就是 強烈一點 好 這裡呢 我就可以 先 決定一下 選它 先甜甜圈價格 好 我把它收一下 收小 收小一點 好 把它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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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裡 有一個類別 類別也把它擺這裡 好了 反正 應該可行 好 我檢查一下一下 應該它有一些說明 這裡 堅果類過敏什麼的 我把它 調一下 好 好 那價格我讓它大一點 好 價格 十幾次 好 大一點 好 應該差不多了 看一下下 好 好的 好 那這邊呢 我們給它一點 色票的一個設定 這個 這個先不要 這先不管它 這先 不管 先把它弄去旁邊 好 然後 顏色的設定 好 那顏色設定呢 我們可以先就 我們找到的那個圖案 就是像Logo的部分 當作所謂的 標準色 它的標準色的設定 好 這邊呢 我把它先 符合一下 它顛倒了 沒關係 好 這樣子就會正常了 好的 好 我們檢索一下顏色 好 那我們檢索一下顏色 就是這邊 檢索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呢 基本上 它就可以去 找到 這個是CMYK的部分 那 我們把它規範化一下 就比如說 整數啦 然後 165 好 然後呢 這裡可以 新增至色票 好 你這樣就多了一個 色票出現 好 這裡 好 就是 2165 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規範化 規範後的一個色票 好 然後我們檢索 這個綠色 我們檢索這個綠色的部分 好 這個綠色呢 我們一樣 好 這邊顏色部分 切成CMYK 好 然後這裡呢 大概 就 45 你就抓 近一點的 85 然後這裡呢 給它一個 10 好 然後 麻煩你再把它新增到色票 好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色票的部分 就有這兩個 新的色票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做 基本的一個 安排 就比如說 我希望這個 內紋這個的部分 是綠色的 所以我在 自圓樣式的 顏色這邊 我們就指定它 好 是這個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部分 好 然後 說明的部分 也是一樣 好 那 價格的部分 價格的部分 點進去 好 注意這邊的資源顏色嗎 改成這個 好 那 說明 改黑的 好了 是說明改成黑色 黑色 比較 比較 普通 不會那麼搶眼 次元顏色這邊 選成 黑色的 好 OK 所以一個基本的 形態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接著呢 我們 稍微把它 規格化一下 規格化一下 那這個呢 先不管它 因為這個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 砍掉的 就是先把它 放旁邊好了 好 原則上我們要的是 這一個區塊 好 那這邊我們先把它做一下產生 所以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 到合併文件 這裡的合併文件 好 合併文件然後選擇是多重紀錄 好 那預覽多重紀錄的 版面格式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它幫你先 都排好了 都排好 都排好的話呢 你就按確定 好 那很好 它都沒有產生任何一排文字 這樣的規範就很快 你就抓好了 然後我再把它的 熱量先拉掉 因為 好像 旁邊排一個熱量的東西 有點倒胃口 所以我們先幫它做這樣的一個安排 然後我們再把這些東西 就是 適當的放到我們的那個 這邊 就是把它放進這個欄位裡面來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 簡單的幫它做一下 複製 好 所以 全部抓過來好了 Ctrl C 這裡 Ctrl V 貼上 好 它就全部過來 那全部過來之後 我們稍微挪一下 就是 呃 原則上這邊 1 2 3 4 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 1 2 3 4 5 2 4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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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好 所以這邊應該有剩 有 果不其然這邊還有一個 因為它我記得是17個 好 那所以這邊就先 2 4 6 6個 好 先抓吧 就是 6個先把它抓過來 擺好 大概抓一下把它擺好 這個算一下沒關係 好 那另外就是這個把它抓過來擺好 OK 好 好 那這裡也是一樣 再4個 1 2 3 4 4 4個 好 好的 然後這裡4個 好 好 那還有一隻 在這裡 好 把它抓過來 好 翻過來 好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 打開看一下 你可以用檢視的方式 然後顯示 預覽 你可以看到這邊 完整的一個樣貌 那當然 你不要有那個框線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去取消 取消原本的框線 所以在這裡 你的框線 你可以把它選掉 就是這裡 這個是沒有框線的 選 5 好 它這樣就不會有框線 好 就不會有框線 那當然 這樣的處理方式是比較快 而且 又不容易產生錯誤 好 因為你是把檔案揉進來的 好 這樣是比較快的 好 比較方便一點 效果也蠻不錯 好 好 那另外呢 我們還可以把 那個表的部分 好 就是因為這裡是 Sorry 這裡是輸出了一個甜甜圈的這個檔案 好 那基本上這個檔案是文字文件 它可以把它產生所謂的表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熱量 或是那個成分的部分 就是卡羅里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我一樣 好 我可以在這裡去 做一個處理 好 那比如說 這是另外一個新文件 好 我把它 先圈一個文字文件出來 然後呢 好 就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這一個 甜甜圈的 全選 Ctrl A C 複製 在這裡 這裡把它貼上 Ctrl V 貼上 你就會看到一堆東西 好 這時候你把它變成一個 文字的一個選取的 框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 好 然後 在表格這邊 你就可以把它 好 就是 將文字轉換成表格 好 所以應該是在這裡的 表格 文字轉換成表格 OK Sorry 全選 這邊 全選 將文字轉換成表格 然後按確定就好了 它就會幫你先把它 轉成表格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只要 點進來 靠近它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我們 其實有些東西就不用嘛 因為剛剛那個 圖表裡面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就不用 我們就幫它刪除藍 好 藍就不見了 那類型也不用 因為這個 成分的不需要 然後價格也不用 好 然後照片也不用 因為我們純粹只是要呈現它的 成分而已 好 成分 成分表 那像這邊多出來的 我也把它刪除 這叫列 刪除列 好 那這樣完成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表 是 空的 所以我這邊要符合一下 這個尺寸的大小 稍微幫它調整一下 因為這邊有些 不太對 好 就是 跳了 所以我這邊 挪一下下 挪一下下 讓它可以 卡成都同一排就好了 好 這樣比較省 比較省那個位置 好 像這邊還有 挪一下 好 這有點太長了 好 沒關係 我把它 先挪 挪完再去做調整 然後這邊是 熱量的 卡洛里的部分 蛋白質 好 所以我盡可能不要讓它 變成多行 就是單行 好 就是有需要查的人再自己查就好了 好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再把它做一下調整 這個 好 讓它縮成它這個位置 好 所以這邊 好 這邊我就可以把它C 複製 好 複製 複製到這裡來 C V 貼上 你就會得到 就是我們的那個 表 就是一個熱量的 表 那當然這個其實 就是不見得要 這麼大 就是因為現在的格式是 目前的格式大小是六幾隻 就是不見得要那麼大 那所以你這邊可以簡單的幫它做一下 段落樣式的一個設計 比如說 段落樣式的 這裡 它因為它有天天圈的這些說明 檔案的部分 這些都沒有問題 那現在就是 你另外可以再新增一個叫做 甜甜圈 表格 好 那基本樣式這裡呢 我讓它是 小一點 五極致就好了 好 五極致就好 然後 OK 確定 好 那這時候我再去套用它 甜甜圈表格的五極致 好 好 因為我們現在是說不進去 好就是 沒辦法再通一個裡面 好所以 勢必你的英文還可以再小 好 可以英文可以再小 所以這邊 你可以再去 增加 好 表格 2 好 這裡呢 就是 四極致好了 是有點小 好 然後 先確定一下 OK 那這裡的英文讓它小一點 那這裡的英文讓它小一點 或是內容讓它小一點 整個是 表格2 好 然後這是 表格 好 那這裡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因為這個 可以挪 把它說一下 那 就這些文字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再 縮 再縮小一點 好 好 好 然後一樣 把它做一下整理 好 那這裡呢 當然就可以進來了 就可以進來裡面 那 這個表啊 本身的編排 就是你可以再 點進來之後的 選 斜上的這個 箭頭之後 按右鍵 這邊有個表格項目 你可以去設定它的 儲存格的 線條的一個樣式 線條與填色 那 它的線條可以讓它 稀一點 好 或者是 不要 不要有線條也可以 就是 你可以不要有線條 這邊 不填色 不填線條 你可以看到這邊都沒有任何線條 然後你可以讓它有間隔的設定 就是你靠近它 斜向的 然後 表格選項的 間隔填色 間隔線條 或是間隔填色 這個 好 那你這邊間隔填色 你就可以去設定一下 它的一個 項目 每隔一列 然後這邊你可以設定 就是 基本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 基本的顏色 好 好 OK 好 這樣就還蠻清楚的 每一組東西都先群組 所以 圈起來之後就 Ctrl加G 好了 好 那這邊呢 因為它現在群組好 所以我把它挪下來 這裡 好 就是讓它的那個間隔可以鬆一點 所以這裡呢 我把它做一個 均衡的一個 平均化的處理 好 就這裡 這個是 平均化的處理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樣子 平均化的處理 好 它這樣會鬆一點 好 會每一個物件會比較鬆一點 均分 垂直均分 均分 好 好 那這裡 就是 比較要特別去對應的 就是 因為像我們這邊啊 它的 那個 格式 就是那個文字 就是那個 title的部分的大小 其實還可以再做一些 調整 就讓它 項目感更加明確一點 所以我們這邊 稍微可以幫它做一點 動作 就是我去 新增一個叫做 甜甜圈 標題 好 就是標題的部分 然後這裡呢 我們 確認一下 因為它的那個 有的字還蠻長的 所以這邊 稍微要挪一下 就是 稍微要調整一下 那 目前的 字體 的本身 應該是 八極字 八極字的部分 然後字句呢 可以稍微再大一點點 25 然後 我們選字圓的樣式 可以讓它是 亮一點的 綠色 或者是我 不要 甜色 這個我選的是 字圓的一個背景 就是它可以設定它的背景色 好 好 那 好 我先這樣子 好 那這邊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選 比如說 這個 那它是 它的標題字 那這時候它的 文字就會不見 好 文字不見呢 你這邊就可以選擇 甜色 好 選擇甜色 甜就是 我們的 這個顏色 它會變成是 一個 反白的 好 一個類似反白的效果 好 那 當然你如果要 自中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選它 好 選擇它是一個 自中的一個項目 就是這個 這樣子自中的項目 好 所以這邊應該 稍微設定一下 都一樣 我們幫它做一點 調整 好 然後 選擇的是 這個背景色的 自中 好 好 也是可以 去做調整 就是比如說 這個 你說它的背景色 這個背景色 你可以讓它變成是 這個 就是比較強烈一點的 背景色 然後 這一排的文字的部分 你也可以試用它的 標題的項目 好 就是 呃 呃 呃 是這背景的顏色 然後是背景的顏色 那當然 呃 表格1的話 就是 你可以直接進去改 表格1的 這個 支援顏色把它改成 紙張色 好 那 另外 就是它的 內容 表格2的部分 內容的部分 的顏色 你要把它改回來是黑色 好 不然它那個會跑掉 好 這個就是這邊沒有設定到 你點一下 然後 表格1 好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很清楚了 好 這樣看起來就很清楚了 那這邊也還蠻清楚的 好 也還蠻清楚的 好 那當然價格的部分 你也可以讓它大一點 因為它的 项目 然後 或者是監局 都可以調 這在看你怎麼去做設定 好 那接著我們做飲品的部分 那跟剛剛的那個甜甜圈的 一個做法也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引路進來的時候 我把欄位稍微做一點調整 那這個其實是 大同小異 我把它做一點 組裝上的一個安排 然後把英文的品名的部分 做可能變成一個分段的概念 因為這樣子對 顯示來講 會比較 容易達成 就是 版面上的一個規範 我稍微把它做一下調節 然後 看一下它的預覽 那標題的話 我把它改一下 變成它是 八幾字 好一點 好 然後它旁邊要再縮一點 因為它現在有點太急 所以你在縮排的地方 你可以讓它 左邊縮1 縮1這樣子 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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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等一下再調 再接著調整 好 好 OK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那我這邊 讓它產生 多重紀錄的一個顯示 你可以看到它的版面就會 比較緊一點 會比較緊實一點 好 比較緊實一點 好 然後這邊 欸 我讓它是 兩排的 好 那就是 這邊多重紀錄 它盡可能的去 滿足 就是它的一個顯示效果 好 好 那它有一些 翼排的部分 我們稍微調一下就好 好 這裡 大概 應該是這個 這個翼排的部分 就是 你可以看到 這裡 它的顯示 因為Captrino的部分 讓它 這個Hard 讓它下來 到分段去 那它這樣子 它就不會再 它就不會拆成 就是不會讓那個文字 就是拆成 一樣的 它就自動分段分下來 Hard Ice 這些 好 那有加的部分 你都稍微幫它檢查一下 像這個也是 這個你先讓它顯示出來 看問題在哪裡 那代表是橫向的 很像你先拉 很像你先拉 再拉沒關係 好 你可以看到 這邊 它代表說它沒有拉下來 所以你把它稍微做一些調節 就好 不過這都會比 一個一個去key音速度要來的快 好 這邊 齊的 齊的檢查一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好 還有這個 應該是這個 所以你要把它拉開來 看 檢查一下 所以Hard要斷下來 這樣就好 這樣它應該就不會再出現 那個 段落的問題 好 那完成的話 我們把整個copy過去 把它copy過去 所以這裡 你可以全部一起抓 Ctrl-C 到這裡來 然後Ctrl-V 貼上 那這裡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它現在對齊 的部分 那你這邊就可以再去做 挪移的動作 那原則上不變 就是 盡可能不變 會是最理想的 所以大概就是後面這一排 把它抓過去 這裡放這樣子 這樣應該好一點 會好一點 那這一個水果茶多的 你就把它搬到這裡 反正它在 對齊 應該是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那這邊 你再把這整份 因為它現在整個版面的內容 所以你再把它做一個 形式上的一個 視覺修正 讓它在中間 就是盡可讓它在中間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也是 就是 假設它距離的部分不變的話 你也可以幫它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看一下 形式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就是 欄位的前緣都太貼了 所以我這邊要改一下 比如說天天圈的標題 點進去 這邊的一個縮盤 你可以讓它縮 1 它就會跑1 就是它的標題的部分 那 飲品的標題也是一樣 你讓它縮排間距 縮1 縮1它就會都挪一下 都會挪1過去 這樣子 會好一點 那這裡的話 這個基本字緣 你可以去調一下 讓它都變成8 看起來視覺上 因為這裡是8 視覺上會比較一致一點 會一致一些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簡單幫它做個裝飾 那首先你要裝飾之前 先幫它把圖層都分一分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就是視窗 然後找到圖層 圖層 那把它打開之後 這裡呢 我們可以先幫它定義一下 就是這個圖層本身 是 比如說是 商品 商品 然後我們把這邊 選起來 簡單做個 群組 然後把它 移到 移到商品層這邊來 那底下這邊再來放我們 裝飾性的圖案 就是會比較 比較 安全 或者是上面在疊別的東西也可以 就是 或是說 新增一個文字層也可以 比如說文字層 之類的 那 假設這個底下是圖樣 OK 好 那 你也可以開啟 Photoshop 比如說我要做 點點的那個圖文的話 我可以說 我這邊開啟的大小是 50x50的 像素 或是100 像素 或是100 感覺比較大一點 好 那這邊呢 你新增一個 圖層給它 然後在 這裡畫個圓 假設畫個圓 然後填剛剛的那個綠色 取消選取 這時候你大概挪一下 它應該會抓到中心 就是我先把它挪旁邊 然後把輔助線拉一下 這個應該可以抓到中心 就是這邊稍微對一下 好 那 它因為要四方連續 所以你要複製 再複製 再複製 好 複製 然後把它 剛好挪到那個邊邊的中心 它會變成卡住 的四分之一圓 這樣子 那把這邊呢 合併起來之後 就丟掉 當作一個圖樣 所以這邊選取起來 好 那去建立所謂的圖樣 定義圖樣 那這個是 點 假設是 點 好 OK 那剛剛我們說 有開啟一個A4的尺寸 所以這邊你可以選擇成 公分 然後 21 寬度是29 29 29 297 297 297 93 9 9 938 應該是18 938 對 好 那高度是 21 9 9 9 27 9 9 3 4 27 好 然後呢 我們在這裡把它 你可以全選 然後 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這裡把它填滿圖樣 填滿 好 就是 大的圖樣 OK OK 那這個就備用 另存 變成我們的素材 這邊備用 比如說 它就叫做 JPEG的 點 好 那我們就來 InDesign裡面的 好 我們假設要放圖樣好了 我們先放進來 所以這邊置入 置入我們剛剛的point 這裡都是點 好 然後 稍微縮緩一下 把它拉進來 擺 就是擺進來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效果 OK 那 要出血 就是 記得要把它擺出去 就是你在選的時候 你記得要讓它 出血出去 好 OK 這樣避免它才沒有踩準 沒有踩準 沒有踩準 所以這個應該是還好 應該是還好 好 或是你這邊可以把它 符合 好 就是符合那個比例 好 這邊有個自動 符合長寬 好 好 這個效果 應該還 還行啦 就看起來 好 那 假如說你今天這張圖片在這裡 那看起來有點奇怪 就是 它的點點都壓在那個底下 你就可以把它壓上來 好 就是放到上面來 然後這裡呢 再去幫它做所謂的 漸層 的一個甜色 這樣子 就是讓它淡淡的 壓底紋 這樣子 然後這個再去調節 所謂的 透明度 這樣看起來會 好一點 我把它拉下來好了 因為它底下有點 穿透了 好 就是 感覺上還行 好 就是有時候你看到那個句詞句詞的 你其實是要用 顯示的 螢幕效能的高頻值去顯示 才會 確定是正確的 好 就是顯示效能的高頻值顯示 才會是正確的 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畫一下 底下這條槓 所以 圖樣的地方 就可以再有一條 這個長條形的 線 的顏色 然後你再去選填 它的顏色的 部分是 這一條 就是會好一點 然後這個 外框不要填色 要記得 好 好 製作單 有 好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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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點近 像這種間距有點近 你可以稍微做一些調整 那這個調整的話呢 就是可以利用 我們這邊有個繞圖排文的視窗 點開 然後呢看他要間距 多寬 你這邊可以去設定一下 你可以稍微 比如說間距三公里遠 這樣他比較不會干擾 那這邊也是 這可以 三公里的 不是 這個不是這個部分 好 你要選對 選對物件 他才會有作用 選對物件他才有作用 那如果越多的話 基本上他會排斥的那個 範圍跟距離也會越大 所以你要慎選 就是比如說這邊1就好了 那這邊可能比較大一點 這邊是2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是2 好 那當然這邊呢 你可以去稍微調整一下 他的 項目內容的部分 盡可能讓那個 一排文字不要出現 因為一排文字出現 代表你的 物件 就是你的文字就有一些 排斥的現象會被 省略掉或是遮蔽掉 會看不到 好 那 大概是這樣 就是 你可以幫他做的 完善規劃是這樣子 好 那 完整檢視看看 就是整體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邊如果說 你覺得這裡 因為他每一個 可能基本的圖樣 就是你可以幫他做個 小小的外框 我覺得會比較 聚焦一點 會比較聚焦一點 所以這邊你可以去指定 他有一個外框 的一個呈現 那這個外框的呈現呢 他可以有一個 比如說 點數的 設定 比如說3點 太粗 太粗 2 好了 好 好 就是大概 讓他有點聚焦 不過 要看實際的一個狀態 有時候可能覺得他太多 不一定 看你 看你的安排 好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如果你覺得他不夠聚焦 你也可以說 我要加他的印子也可以 你就加個陰影 那加陰影 這邊可以預覽一下 看他的視覺效果 好 那這裡的距離 可以小一點點 好 就是不見得距離要那麼大 那你也可以幫他做外框 就看 看你實際上的一個需求 比如說這個也是一樣 加陰影 好 然後 距離讓他小一點 好 這樣就會好一點 好 那我這個不要好了 不要 不要 不要外框好了 看起來有點硬 好 所以你這邊外框可以把它取消掉 好 然後這邊就利用陰影的方式 讓他呈現 影子 好 影子的設定 那 小一點 小一點沒關係 然後 整個把它挪移一下 不要讓他太貼紙 制約貼的話代表他會干擾 這件事 這個圖案 好 就是影子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去設定 影子的部分 OK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最後我們要把它輸出 那輸出這邊要調整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原本是這樣平板的去一起拍的 好 那這樣可以把它適時把它挪開 好把它挪開 那 我們這邊先選 右邊這三頁 好把它挪開 好 那往後挪 你可以看到他會變線條 他會自己自動拆 好 自動拆 自動拆成就是 兩個版面這樣子 兩個版面 那 這裡呢 上面這一個 就是 橫條 這個橫條 我們稍微把它做一下縮放的動作 因為 剛剛的 位置 已經被拆解開了 所以這邊稍微把它挪一下 挪一下 挪一下 把它挪回來 那 你也可以直接用改的 沒關係 好 那會比較方便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C-E把它複製 然後到這裡來 我們把它做原地貼上 好 那這裡呢 就把它對齊一下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變成兩個版 然後出寫的 這樣的一個設定狀態 然後呢 這裡 你就稍微幫他做一下 列印 好 你先存檔 這邊儲存 儲存檔案之後 然後把它列印 列印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要選擇跨頁列印 選擇跨頁列印 然後跨頁列印 這邊就是它的範圍 所以 在列印設定這邊 你要選是很像的一個塊列印 然後 因為 它本身那個紫面 是放不下的 所以你要把它放到就是 A3的那個大小 或是再更大 那你也可以把它縮進來 沒關係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要它一個示意 盡可能它原檔還是要是一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設定 所以 這邊可以說放與符合 它會把它縮進來 它把它縮進來 那 這邊其實你看說 它所有的標記可以都全上 可以全上 然後使用文件的出寫設定 或是你自己額外的出寫設定也可以 那 OK 所以這邊大概 這是列印成A4 那 你可以去列印成A3 的大小 比如說 你這邊可以去制定 抱歉 我這邊應該是選Adobe PDF 不然 它一直沒辦法出現A3的那個尺寸大小 是有點奇怪的 那這邊就有A3的大小 那這樣我就不用再縮放 就是 這邊就可以 按照 我的 一般的大小去設定 就是這樣就是變成一個 完整的 就是 它的出現的大小 就不需要任何的縮放 因為我如果選A4的話 它 它勢必會 進不去 所以必須要 縮放 那我如果不要 我就 正常的選擇 就是A3的尺寸大小就可以了 然後 把它進行列印的動作 那它會存成一個PDF檔出來 好 這裡 然後把它存起來 好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完整的 版面 完整的一個 版面的一個建置情況 好 接著我們把PDF給置入進來 所以我們開啟舊檔 選剛剛的PDF檔 然後呢 選其中 就是一個 還有兩個頁面 所以就選 確定 好 高品質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頁面 我們要去做一個 檢選 等於是 待會兒要做檢選 然後我們先把 檔案裡面的 TripFold的那個 模板 把它打開 這邊 這邊有一個模板 把它打開 就是markup的模板 好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處理 首先 這是markup1 我們先從2這邊開 先從3開始 3是上面這裡的 好 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粉紅色的地方 這是markup的一個 模板的效果 所以你這邊把它點兩下 粉紅色的跳出來之後 上面是 外面 上面是外面的 所以我先把它做一個置入的動作 先拉輔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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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絕對會很準的 因為它原本產生的那個 介面是沒有 所謂的吸附效果 但是 這樣就會有吸附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這樣直接 拉 這樣就直接拉 然後 直接用選取工具去移動 到側面這邊來 放 好 那 有些部分 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 這個 視覺的效果 是 還 可以的 是還蠻不錯的 那光影的變化 也都 蠻合一的 好 那 大概是這樣 這個模擬完 你就可以把它存檔 存起來了 那 好